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那么本次课我们将继续学习书输出流 介绍一个新的字符输出流 叫做Print Writer 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常用的字符输出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代码还来解释一下Print Writer它的用法 Print Writer Java永远都是得到类的对象 然后用类的对象去调用方法 比方说PW它的对象名叫PW导入进来 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去构造一个Print Writer类的这样一个对象 老惯例我们依然去查询API文档 API文档Java.io找到Print Writer记住Print Writer它用的是Writer结尾说明是字符输出流 那看一下它的构造方法非常多 有Print WriterFile类的对象 或者是OutputStream类的对象 或者是干脆给一个文件的这样一个路径 好我们随便用哪种先用最简单的吧 好用Stream FileLam New Print Writer 依然是C盘下的A.TXT 好 要Try和Catch 你会发现我们应用Java.io流的一些类的时候都要TryCatch C盘的A.TXT里面哈 我暂时先把所有的东西清空 关闭 好 接下来 Print Writer哈 跟FileOutputStream很类似 只不过它输出的是字符 看一下PW这个Print Writer有哪些写方法 它的写方法呢 既有Writer也有Print 还有PrintF PrintLN很多 你会发现PrintWriter这个类的对象提供了非常多的输出的方法 它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PrintBoolium啊 PrintCharacter呀 Print这个字符数组啊 还有Double啊 类型啊 Int类型啊 Object类型都可以输出哈 还有什么PrintLN是输出换行 还可以输出字符串哈 字符串等等 Writer也有很多 既可以写字符串哈 也可以写字符数组等等 没有写字节 注意 那接下来 我随便选择一个PrintLN的 Stream类型 Hello Cindy 好 运行 没有任何效果是因为它是输出到文件里面哈 所以我去打开看一下 好奇怪啊 怎么没有任何东西输出呢 这个呢 是因为实际上哈 PrintWriter它写数据呢 是写到一个缓冲区里面 那看起来这个缓写区的数据是没有真正到文件里面 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呢 怎么做呢 一种是通过调用Flash方法将缓冲区的数据哈 刷新到文件 好我们重新打开看一下 开错了 好 有出东西 当然我还可以清空还有一种办法 还有一种是什么办法呢 呃 就是我直接关闭这个流 关闭这个流的时候 缓冲区的数据也会哈 刷新到文件 好 再来看一下 好 注意 其实我们的输入输出流就像打开一个通道 在通道里面呢 去输入输出数据 只不过呢 这个通道我们会有时候会设置一些缓冲区哈 这个类的实现本身会有缓冲区的存在 那这个缓冲区的数据呢 如果你不关闭这个流 或者是通过Flash方法 哈 或者是通道的这个状态没有改变的话 这缓冲区的数据是无法 哈 刷新到这个文件的这个理念的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Print Writer类的对象 Print Writer类请注意 哈 他有非常多的输出方法 Print呀Write呀Println等等 都有 这个类呢功能非常强大 我们可以把很多类转换成Print Writer类 当然前提是它是输出类哈 转换成Print Writer类就可以利用它的很多的输出方法来完成我们想要实现的功能 好的这个就是Print Writer类的对象 它除了使用这个Stream哈 它也可以去调用比方说是File类的对象啊 或者是OutputStream类的对象啊等等 如果是OutputStream的对象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转换 FileOutputStream FileOutputStream C盘的A.TXT 好 请记住 它可以直接把FOS 转换成Print Writer 好 好 我把这里清空 再执行一遍 好的 好 也进来了 好 也进来了 也就是说Print Writer我是可以包装哈 可以将FI FileOutputStream的这样一个对象转换成Print Writer 这样我就不会只有单调的这种WriteByte方法哈 我还有很多的我可以输出任意类型的 当然只要它支持的类型的这样一些数据到文件中去 好的 这就是Print Writer类的一些用法 一些基本用法哈 同学们下来以后可以再自己多拓展一下 我们下次课再见